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什么样的 您觉得未来来带领我们这时代的年轻人 应该是具备什么特质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未来青年领袖 要想得比较远一点 很多时候呢 大家总会想到 就是说我在事业上面有成 我在学业上面有成 我在某些领域里边 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成就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资源这么稀少 那么呢 竞争又这么厉害 但是呢 我们总是在想 真正的青年领袖 就是要对社会 有很大的责任的感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才是真正来说呢 能够长远的 给我们有个机会 我是觉得 我们 过去 在资源太多的时候啊 我们浪费了很多 但是我们将来要怎么铺什么路 铺的路呢 是使到我们将来 一代一代的下去 很多时候呢 我有时候跟朋友说 这样子 很多人说 你这个往下五年怎么样 他说我五年就可以探 我就这个五年怎么去锻炼 那么怎么去 去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假如说是 他学校刚出来 你说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呢 等到五十年以后的时候 他就没有想到 因为他那时候也是退休了 所以要所有奋斗的 这种事情也过了 所以呢 他真正来说 当时他就是说 我有没有为我们下一代铺路 所以呢 这个社会的责任啊 是我们有没有跟下一代铺路 是不是我们社会是越来越好 还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 把自由用掉 现在用光再算 那么我们下一下一段怎么办 或许呢 我们把这个风气是说 我现在把自己壮大了之后 在社会上面里边就没有和谐 没有这个 给大家一个 就是说共同互利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 在这个上面呢 我是觉得做青年领袖的时候 要关心到我们长期怎么去活 所以有时候太多人呢 在短期内所做的事情呢 是变成就很急躁 那么会使到这个 没有铺很长的路 所以在因为你想了短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就不需要投资很多力气 在诚信上面 所以呢 你不会想到 你将来长远的时候 大家怎么互利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做一个青年领袖 一直做领袖下去的时候 他必须要关怀社会 必须要这个关怀 其他已有的 能够给还没有的 就只有大家都 富足起来 大家都强大起来 才是一个好的社会 还有一个呢 是能够永续下去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 我觉得 我们所要培养的那些领袖 就必须要有这个心 在他们的 这个做事的态度上面 您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说呢 为未来来铺路 能够为下一代去铺路 那么不是说 只想到五年以后 也许你想到五十年以后 但讲这个铺路 应该铺一条什么样的路 而且谁能够去铺这个路呢 他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觉得要这个 将来怎么样 我现在根本是 无法想象的 没办法想象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 原则上面是 怎么去铺这个路呢 必须要 这些领袖们 必须要自己 要自己 常常是知道 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呢 人假如不谦虚 他就认为 他自己的杯子已经满了 假如他认为 他自己的杯子满的话呢 这个水 任何东西都装不进去了 装不进去呢 他有时候会遗留一些事情 一个小杯子就够了 他这杯子越来越小 假如他是觉得 自己不足的话 他是杯只看到他空的地方 他拼命要补足他空的地方呢 等到装不下 他说 哎呀 我还是有空的地方 他的杯子要大一点 那么 这个越来越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里边装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是觉得 在做这个领袖上面呢 我们常常是鼓励 有六个字 受住 自住 住人 一般的人 年轻人 他以为学了东西 他就够了 所以呢 他觉得 我说不需要受住 就是说 他只看到他满的地方 他假如说 他觉得要受住的话 他要看到空的地方 他能够接受别人 他能够虚心下来 他觉得他还要 这个加强他 这个知识 加强他 加强他的 做事的能力 那么呢 还有呢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才能够 能够接受别人的 的意见 那么往往 很多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说 哎 我样样都知道 我去做 根本也不听人家的话 也不听人家的需要 他是自以为自己 什么都有了 所以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 有时候 就是你听有需要的人 你听到他们的需要 也自己看到 也是一个受住的一个情形 因为给你的眼光 能够扩大 那么现在呢 在讲到 你知道自己 大家给你的帮忙 你必须要自助 自助之后呢 自助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 好好的 把自己弄得强大 那么好好的 就是说 你知识不够的话 把知识弄得更 更多 假如说不彻底的话 自己 要把它了解 更深入民间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知道 怎么去解决方法 那么 当你有了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助人 因为往往 你自己有的知识 你也希望 把这个知识 给别人 这样子的话呢 就有更多的人 互相采摩 这个是个循环的 就是说 别人就受住了 但是呢 他也自己 把它自己弄强大 说 他又回来 又助你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受住 自助 助人啊 但是循环每个人都这样子 互相弄的时候呢 这个第一 就是说使到这个社会啊 是一个 就是说 希望大家一起好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知识自立的社会 而且再这样子的话 他互相互相帮助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就是一个好的社会的基础 那么你 你以身作者 是一个领袖 必须要有的 但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做的话呢 就 变成 一个人 慢慢慢慢有影响力 但是 整个团 团结起来 大家都是这样子 做的话呢 这样子影响到 整个社会 那才是 真正 那个 是将来领袖所 必须要的 那么这个领袖 并不是说 你要站在别人身上 不是 你要站在别人身上 而且大家觉得 因为你的 你的影响 你的感染 使到社会 更强 而且更和平 更和谐的时候 这个真正 是对社会 责任上面 能够发挥的 往往这样的话呢 你会觉得 哎呀 幸亏有这样子的人 能够付出这么多 使到我们这个社会 能够 更 更能够延续下去 使到我们将来的 子子女女 这个 以后的后代 能够走更平坦的路 那么 很重要的一点 是怎么样呢 当 你愿意先 做人家的 这个垫脚石 愿意做这个铺路的时候 大家说 哎呀 这条路 会想到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饮水 思源 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暂时呢 你就服务 这个社会 使社会 更美好 那么呢 往往是这样 我从前常常在 我曾经在 南洋一带 初中的时候 在那边 长大 我看到 最成功的人 都是最愿意服务的人 因为怎么样呢 大家能够相信你 大家对你有信心 知道 你出发点 是为他们 自自然而 这个人就是 受人家尊敬 他并没有什么 开始的出发点 并不是他为他自己 但是到最后 他是在 名望上面 在很多上面 他会越来越成功 因为大家 对他越有 这个信心 越有 这个 公信力 等等 就 有这样子的 一个诚信的 这个基础的话 往往 这些人 就是大家 有任何号召的时候 大家都会 支持他 这个就是一个领袖的 本质 所以 我是觉得 这个 要做好的 这个 将来持久的 一个领袖 你不需要 先付出 先使 大家 的生活 更美好的时候 整个社会更美好 大家都会 思念到 这样子 一个领袖 所以 以身做职 这样子做事情 就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 将来 领袖的 本质 所以呢 所以 我们讲到 你不知道 这个领袖的 本质 是怎么样 你其实 在开始 好像在 在替人家 做事 好像是 跟着人家 跑 但到最后 的时候 因为 你的 这个 用心 等等的时候 到那时候 大家都相信 你的时候 最受人家 敬仰 最受人家 信任 而且 使到每个人 心服口服的人 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领袖 您刚才用 这个六个字 受助 自助 助人 勾画了一个 非常良性循环的 这样一个生态环境 这个我觉得 这个道理真是 浅显易懂 让大家知道说 你应该接受 接受是把自己 倒空 不要认为 你什么都会了 什么都知道了 其实年轻人 初出社会的时候 很容易觉得 我知道这个 知道那个 只有你走的 越多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原来你知道的 事情这么少 你还有很多 不知道的 当你能够自助 让自己强大 让自己成功以后 你才有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否则的话 也许你 徒有一番的热情 一番的好心 但是能力实在 太不足了 所以你样样发现 都是心有余力不足 当你有了自己的 强大的能力之后 你再去帮助别人 那被帮助的人 他又去 再又开始这个循环 就变得就非常美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真的特别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良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就是社会的 这个想法吧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呢 大家会觉得说 在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帮 但是我是能力不足 对于您自己来说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知道 您自己也是从 也可以算是 白手起家 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奠定了 您这样的一个 就是自助和助人的 因为我知道你这些年 可以说付出的非常多 但是呢 就像您说的 就是上帝也会祝福你 或者很多方面的助力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形成的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 家庭环境造就了你 这个真的是 最影响我的时候 是因为我在南洋 做华侨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念初中 那么呢 在那时候呢 我就看到 这个我在越南 那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华侨只是占了 这个整个地方的 百分之五的人口左右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华侨 因为大家在这个 自己家乡的时候 大家都是同样的 这个族群 大家竞争得很厉害 但是你在这个华侨 这个社会里边呢 他都会怀念祖国 那么就开始有 中文学校 那么也有这个 开医院 也有做照顾大家的中心会 有新的 新的这个华侨过来 也有老的老年人 因为可能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你要去照顾他 这样子一个 自住的这样子的 一个社会里边呢 就变成 里边就产生了 有人要受住 有人要 你要在一个 那种环境下面 要自住 而且呢 大家都是很敬佩 能住人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在这样子一个 一个社会里边呢 我觉得 非常非常这个感动的 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的观察 是怎么呢 在那种社会里边 你必须要 大家这个族群里边 要信任你 所以呢 就是对这个诚信 非常非常要紧 而且要 要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也 但是以后呢 我也是慢慢慢慢的 这个 因为我是个基督徒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 有看到 等等 就是说你要关怀 有需要的人 那么你啊 对任何人 都要有这个爱心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 也不是一个自发的一个情形 也是因为有个信仰的问题 也是因为心里面感动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 在产生了 我就 就是说 说出来的一个发动力 那这个力道 也可能不是我自己的 但是呢 只要在这个信念上面 继续的话呢 我常常这样子说 人呢 很容易 我就讲心 心的六个字 很多人呢 他常常都不接受自己 觉得自己啊 这个不够好 那么很多人呢 他因为怕人家 这个不接受他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墙 把他自己包围着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就很难很难 做出一个比较温馨的事情 就这样的话呢 他怕自己 自己被受伤害 他就 就没有办法受爱 他没办法受爱的时候 他连自己不接受的话 他就没法自爱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很孤独的时候 没办法爱人 所以我是觉得 很多的时候 在这个 受助 自助 助人上面 还要加 一个爱 这样的话呢 你能够 坦开你的心的时候 不怕人家 伤害你的时候 你要能够受爱 也不是一个 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是要 坦开你的心 你当能够 接受人家的爱 你才能自己 爱自己 你有两样东西 也是爱人 那所以呢 我想 我想这个社会上面呢 这个爱 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呢 也不是说 我自己 是怎么样的开始 但是呢 我是觉得 人还是要有信仰 有这样信仰的话呢 你就有 说不出的 那个能力 有说不出的 爱心在你的心里边 好像一个种子 你就慢慢 发挥出去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人总是要 乐观一点 总是往好的地方 想一想 因为人 很多时候 在防人的时候 往往就是说 哎呀 你会占了我 什么的便宜 但是 所以呢 就变成自私自利 但我是觉得 假如说 你开始 你吃点小亏 有什么关系 那么吃了亏 别人就得意了 别人也是好 这个世界也是 也希望多点人好 你心里边 心态过得去 但是我是觉得 当每个人都是 这样去想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感染的话 我总是 总是乐观一点 我是觉得世界是美好的 那我就认为 每个人都是美好的 那只要说 以这样子的一个 态度下去的话呢 我就希望这个世界 会更美好 那么也是同样的 一个情形 我发现很多年轻人 其实很多时候 他的出发点 假如说出发点开始的时候 他在路走上 这个自利的路的时候 他其实越走会 心里边越不好 这个几十月走 这个路越窄 我是假如说 你这个放开一点 那么呢 心里边开心一点 那么路呢 我想会走 越走越宽 那么 那么还有呢 假如说 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积极一点的话 自自然就变成 一个很好的领袖 您刚刚讲到一个就是 世界是美好的 我就想到一句话 我觉得说特别好 就说呢 当你看到周围的人 都是天使的时候 你就生活在天堂 如果你看周围的人 都是魔鬼的时候 你就生活在地狱 是吧 所以的话 我觉得就是 当你去用什么样的心 什么样的 你看别人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 置身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里 但刚刚您也说过 您当初的 这种成长的环境 因为是华侨 大家远离了自己的家乡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必须要去互相帮助 建立这种成性 那么对一个 现在青年的 优秀领军人物 或者领袖人物 他是不是要 一定要离开他的家乡 离开他熟悉的环境 他才能够去 悟出这些道理呢 这个 因为当时还是年轻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对我的印象很深 因为大家都互相照顾 互相 其实人 我是觉得 假如说是 有选择 他还是希望 比较走友善的道路 因为主要的一个情形 因为社会上面 因为这个发展太快 或者是 有些人突然很赚钱 有些人就是急躁了一点 就变成发生很多 不公平的事情 那么呢 倒不一定因为是某种环境 那我是觉得 只要就是说 这个 你心里边 就是觉得 别人 还是对你是 有点好心的话 你能接受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 也是同样的情形 把它再继续 传下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是 其实 在这个社会里边 其实很多人 还是希望这样子 做事的 只是就是说 这个 因为种种 我们这个 社会上面的遭遇 很多的发展 就是缓慢了 这个事情 那只要这个 出发点 对的话 每个地方都会产生 同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呢 这个真正的是 在我们心里 能够你去 把控自己的心思意念 因为环境 很多时候 是不受掌控的 而我们能够 让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 让我们的心呢 能够感受到 应该感受的 耳朵能够听到 我们应该听到的 美好的东西 那么你就可以去 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让你自己呢 在一个相对 这个比较快乐 和美好的路上吧 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 就是怎么样成为 这个青年领袖 就是青年领袖 他应该是个 什么样的人物 其实你刚刚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理论 就是说要承担 社会责任 那社会责任里面 你觉得包括 哪些责任呢 我是觉得 是怎么样 这个资源分配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有能力 他就资源分配了 他就使到他 能够资源分配多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他社会上 很多企业等等的时候 他变成有了基础之后 他是越来越强 那么没有的呢 这个社会社会 他越来越弱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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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体制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我是觉得 这个 资源分配强的人怎么做 弱的人又该怎么做了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要有点有智慧的人 能够做领军人物啊 能够想出一些事情 就是说 大家先关怀 那些资源弱的 因为主要的一个情形呢 以我们做人的一个情形啊 很多人他弱 因为他小的时候 或者是他家里的背景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有机会 尽量给他们 每个人能够公平 有机会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 发展的空间 那么 暂时的资源分配 是比较难的 那么 但是只要我们心里边 这个 有关怀自己 就是说 所有大众 都关怀 就是 有强势的人 能够帮 弱势的人 那么 但是呢 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的发展 就是说 强势 越来越强 因为他们没有关怀到 弱势的人 弱的越来越弱 弱的越来越弱 这样会产生社会的不安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领袖将来要做到的事情 他很可能是 自己他越来越强 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 那么呢 那么很多时候呢 到底 因为我们新的社会里边 到底我们下一代 是不是要给他 自己奋斗 做出他的一番事情呢 还是给他很多很多的资源 他就不需要努力 就得到很大的一个收获了 他应该自己奋斗的比较好呢 还是说他能够从家族 我是觉得 对 应该是他自己奋斗 因为自己的奋斗 因为你是 希望他是做一个有用的人呢 还是做一个 只会消耗资源的人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 都能够建议他们 做一个 创造价值 有能够 每个人都能够创造价值的人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去创造这个价值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前嫌呢 我们真正来说呢 我们是为我们下一代铺路 我们跟我们下一代铺路 是直到他 并没有把他个人 锻炼起来 只是享受资源的话 我并不见得 这些有很多资源的人 是在 他是一个富足的人 我反而是觉得 能够 这个 这个 关心人 能够自己有能 自己创造能力 能够呢 有影响力 而且呢 能够 带动整个社会 能够就是说 能够认定自己 能够受爱 能够自爱 能够爱人 这整整的 这种品质的将来呢 那么才是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所以我是觉得 应该给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 所以呢 在站的话呢 我是觉得 站的话 这个社会才会长久 而且这个社会上面呢 现在我们这个地球的资源越来越少 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边所浪费的东西啊 远远超过可能历史几千年的总和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珍惜 我们现在当有的 也要就是说 要好好的保存我们的这个社会 所以呢 我是觉得将来的领袖 将来的青年 所应该的负担 所应该的任命 都是非常重大的 那么我是没有什么 我看不到将来这么远 但是呢 最要紧他们出发点要对 他有一个 能够虚心 能够自己去找答案 能够去帮人家 来达到将来 那么呢 还有一个出发点呢 你必须要关心大家 这个关心就是说 你要爱自己 你要能够被人家爱 你也可以爱人 刚才呢 朱先生讲的这些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未来领袖呢 他是应该一个虚心 诚恳 有爱 有关怀的人 虽然说 他说呢 他看不到未来的 更久的以后的这个前景 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已经跟我们规划了 规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这种良性循环的时候 世界上的人呢 都是能够接受这个帮助 受助 自助 又可以助人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一代一代的 这样的延续下去 那么我看过一个电影 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 Tom Hanks演的这个 《阿甘正传》 我觉得他就是那样一个 傻傻地去帮助别人 在他的一生当中 其实他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他一直在傻傻地 去帮助别人 但就这样的 他的命运很好 他想了几乎 所有人生的梦想 全部都实现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让我们非常感动 就是你一直保有一个 纯真的心 能够傻傻地相信 能够一直地去 去做一个 就创造价值 而不是一个消耗资源的人 非常感谢朱伟仁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就是说 你不知道的青年领袖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 应该在 什么样的领袖的带领下 哪些人才能够成为 这个社会的领袖 让我们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 希望以后再请到 朱先生继续来探讨 谢谢您 谢谢